中国圣人对这次死去 我想他们也知道 知道怎么他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一般世俗的群众没有这个境界 在古印度 释迦牟尼佛那个年代 印度 宗教之国 他们宗教的这个信徒 都有禅定的功夫 学术界里面 都知道修禅定 在禅定里面可以突破空间维持 也就是说 六道里面的空间维持 他们都能够突破 四禅八定 他能看到 飞翔飞飞翔天 下面能看到阿比迪迪远 这不是假的 谁得定 谁就能看到 你问那些得定的人 请教他们 所见到的这个地狱状况 和天堂状况 他讲给你听 大家都讲得到一样 这不是假的 他不是用科学仪器 他是用禅定功夫 把空间维持图 现在科学知道 确实有空间维持存在 但是还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图 找不到方法 那么在古印度 这一些宗教学术界的大德 他们在 几千年前 如果是从印度教来讲 这印度教长老告诉我 他们的历史 这一万多年 可是今天 我们这个世界 学术界里头 承认他 八千五百年 比我们佛教早五千年 他们自己说 一万多年 我相信 他们不重视历史记载 代代相传 空间维持突破了 那不一样 境界完全不相同 多没有处理六道轮回 所以灵魂呢 说得讲 中国圣人 对这次事情 我想他们也知道 知道怎么 他不说 为什么不说呢 一般 一般这个 世俗的群众 没有这个境界 不说好 说来说 扰乱他们的心思 让他们就胡思乱想去了 不如不说 程度没到 所以夫子 他所讲的是人道 天道鬼神 很少说 那么这都是说 机感不同 所以教学的方法就不一样了 六族会能大使开悟的时候 说出来了 我说自信生活 这佛法说的 自信生活 那要随俗来讲呢 随俗来讲就不能叫灵魂 叫灵性 魂不灵啊 魂要灵 你到世间来投胎 你一定会选大富大贵人家 那个日子多舒服啊 你投胎到贫穷人家去 那不是错了吗 灵魂他不 他不觉 夫子说的好 夫子在《易经西词传》里面 他讲 游魂为变 今夕为吾 这两句话说的好 这个鬼魂呢 速度很快 动荡不止 他定不住 速度很大 真的 他是游魂 这个说的很有道理 那么在佛法里面就是迷魂了 他迷了 迷而不去 那个是自己 实在讲什么 就是佛家讲 佛家讲阿赖耶士 阿赖耶士是迷 绝了呢 就不叫阿赖耶士了 叫自信 叫法信 一桩四 迷雾不同的名号 我们凡夫跟佛 一个心 一个自信 一个灵性 丝毫差别都没有 我们在 新手过世的 妄精还原冠里面 得到这个信息 他老人家跟我讲的很详细 讲的非常的 精彩 我们学了之后 虽然没有证物 只没有解物 我们明白 这个四是真相 佛菩萨祖师 决定不会欺骗我们 我们对他 要有坚定的信心 那我们学佛呢 没别的 就是他找回来 把自己的本来面目 找回来 所以他论文的题目 望尽还原 还原就找回来了 把真定国找回来了 神是家国 把神认为生活了 那你就错了 这是错到家了 所以头一个 觉悟 神不生活 神生活所有的 这个四是真相 真明白了 真清楚了 你怕不怕死了 不怕了 为什么 没有神死 你怕什么 谁生命呢 就跟脱衣服一样 我衣服脏了 脱掉 丢掉再换一件新的 阿雷也就是这样 阿雷也在佛法里 叫神死 这个身体老了 不好使用了 换一个新的 可是 有的人越换越好 有的人是越换越差 这个关系大了 六道里面 人天好啊 畜生 莫归地狱 那就很差了 你换什么身 这里面讲 夜莹过报了 你的行善 行善 善我的标准是什么呢 是自信 自信的信得 自信信得里面的核心 用我们现在一般的话来说 就是爱 佛法里面讲 慈悲 中国古人讲 仁义 就是那个 本性的 就是爱 确实 进行之后 自信的爱 自然流露出来了 决定没有分别 决定没有支出 她的爱 她的爱心 变于主 变发界 像光波 像电磁波一样 变发界 虚空界 统统感受到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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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尼陀佛